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一般应该是7月初应该是独立日的假期 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在一起 所以这个独立日的一个美盘的一个停盘会多少会影响到这个市场 那您肯定会问一般独立日会不会有活动 在我的整个的记忆当中 我忘记是哪一年了 应该是11年还是一几年的时候 除了那一年以外 基本上独立日的时候美盘是没波动的 但是就是在那一年 独立日的行情是非常大的 当时印象当中是因为欧洲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的 当然我也忘记了具体的 也忘记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所以独立日通常来讲 行情并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那么独立日一般是 我忘记是几号 应该是7月初 那就这周吧 对 那么所以啊 所以在这段时间交易来讲嘛 我觉得可能稍微的还是有有不连贯的地方 那么 非能的话呢 7月份是整个下半年的第一次非能 那么它直接就是体现了一个上个月的一个数据 那么通常来讲 反正这个也不是说一个概率吧 大部分时间反正7月份的非能数据都会好一点 这个跟这个主要是它这个季节性啊等等等等 这些也有关系啊 所以看一下 那么之前的两个月呢 数据都不好 但是没有阻挡这个美联储加息啊 那我也讲了 可能那些数据里边多少可能有一点点的水分了 那么我觉得可能这一次还真的非能会稍微好一点啊 所以市场的话呢 现在非能好与坏和行情的运行 你说有什么本身关系吗 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可能 你去相信一些基本面的话 可能都不会特别好 比如说两次的加息 美元都没有涨 美元都没有涨 不但没涨还跌了 对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是说非美走强 当然今天白天有回落啊 就说我只是讲最近一段时间啊 非美走强 那么这个时候和基本面来讲 不好说 什么样的数据去影响到这个市场 所以那我觉得非能好与坏 暂时也不作为我们说交易的预计了 以前的话说非能好 我们去做多美元 做空 非美 现在你说非能好 你就直接做多美元 这个我觉得现在有点牵强 主要还说现在市场的话 整体这个交易节奏里边 到底哪部分资金在去试图 参与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 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大资金都在外部飘着 说到底为什么 我也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说和人币加入这个入栏也没有关系 可能也许有一点关系 因为像今天的话 也有这个国内打开了一个债券市场 以前的话只有QFI 就是投资在外部的股票市场 现在是打开了一个债券市场 允许海外资金进入到中国去投资 中国的国债企业债 政府债券等等 现在的话 同时也可能会吸引一部分资金进去 也是有可能会 多少对现在市场的一个 整体上外汇市场的一个国家 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段时间还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既然在基本面上 真的不好说 外货今年第三次要不要加息 上一次这个叶伦讲话里边 还特意回避掉这个问题 所以说明它内部的话 可能争持还是会比较大 一部分人可能建议只缩表不加息 可能一部分人建议右缩表加息 可能在缩表这个问题上 可能大家是同意的 但是在加息这个问题上 可能各方的这个态度 想法都可能不太一样 估计有人认为这加息速度太快了 如果再加的话 这一年就相当于加 按照去年年底算了 加四次几 就相当于加了一个百分之一 这个对整个的这个市场来讲 借单成本啊 融资成本都会大幅提高 所以那对市场活力可能就不太好 可能会可能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有些票也可能会觉得有点过 会非常快速的就影响到了 整个的货币流通的一个状态 所以可能会内部有争执 当然耶伦是说 希望可能时间表态了 他是希望能够加三次几 因为之前就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他作为一个主席 肯定是希望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阶段还是说 先从基本面上去找一些逻辑 那么这种逻辑的话 其实就是到底看一下 美国这边要不要搞基建了 现在我其实都没关注了 有人说为什么 其实这么来解释吧 有关于美国的基础建设的板块的股票 现在都在低位 你说的技术建设有什么 无非就是衣食住行 一就是所谓的像美国的这些商场 服装类 包括他的一些品牌都在低位 你有机会去看 食呢就是吃东西 那这个当然可能影响少一点 但是像柱呢可能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一旦进行了基础建设 那么按照现在美国的这种发展的话 它肯定不是在这个纽约啊 这些大的一些城市 它肯定是在偏远地区 或者不叫偏远地区吧 西部啊或中部啊 这些嵌发达地区 稍微需要那边建工厂啊 那么住的问题可能就要影响到 行的问题也要有 那么当然就是像相关的铁路啊 当然还有像能源啊 既然建设嘛 肯定需要所谓的这个原材料 包括这个整个的这种电力啊 水电啊 这些供给啊 都可能会有 你发现现在这些板块都在低位 都在一个较低的位置 所以美国是否搞基建 这直接影响到将来它股市的资金流向 你说现在的话 科技类股票 你说估值偏高 现在三四十倍很正常 这个基本上体量来讲 从估值来讲 基本上科技类的板块都超出了 这个工业板块一大截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关注的地方 但是我更觉得 还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 特朗普上台以后 开始的时候可能反对的声音比较多 随着一点点的运行 你会发现 现在好多事情在向有利于特朗普的方向去运行 包括像这几天 这个CNN的这个通俄门的事件 已经被证明是一个 纯粹就是一个污蔑 要割我的话 可能都要告他 我估计总统去告一家报社 有可能也颜面上不好看 可能就通过像他的推特去撕一下 估计很多人也都看了他今天推特发的那个 以前他在那个是哪个组织 那个是摔跤的那个组织吧 然后发的那段视频对吧 大家都看了 其实就是说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人在想黑一段 我觉得CNN这个事情表面上看可能是这个事情 就是说找了几个替罪羊 说是这几个记者 然后找了一些事情来黑他 你们相信吗 反正我是不行 对吧 我觉得那个几个记者拿了这么大胆子 肯定背后不定有谁去窜动他们 对吧 不是财团 就是他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对手 甚至于可能相关利益 也许就是为了黑特朗普 然后想从金融市场里赚一票的人 也可能是有对吧 无非这个事情到最后压不住了 对吧 因为你调查来调查去 对吧 特朗普也说了 你们调查对吧 要结果的对吧 你调查来调查去 然后没有结果 那这个事情就大了 对吧 那可你黑总统还了得美国社会 对吧 那最后就只能找几个替罪羊出来 说这几个替罪羊最后就一定 就是辞职了吗 也许背后人家拿了几百万几千万 也输了 这都不好说 所以我觉得事情表面上可能就这么一个事情 但内部就说明以前可能有人在想去黑他 无非就这么一个事情 接下来的话 既然他黑他黑他完了 那是不是该有歌颂团的事情 也许会有 所以观察一下 这个事情 反正我是往深处去思考 那天还有人开玩笑 那天跟我一朋友开玩笑 我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特朗普自己搞的吧 我说CNN这个事情是不是他自己报的料 然后自己让他们去 去去抨击自己 我这也未尝不可 对吧 但他这么聪明的人 这种事情也看得出来 最后的话 无非其实 理解吧 就这种事情就是自黑 然后峰回路者 然后其实最后得利的人是自己的 这个在现实社会当中也和我们就知道就好 是当时我猜测 我也不说 我就是各种猜测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表面上 想要这么简单 就几个记者 胆大包天 敢去 对吧 敢去这样 你要说平常拿他一些趣闻 意识 找一找乐 发表一些这种这种事情到很正常 对吧 美国那种言论自由的地方 但你说通俄门这样一个事情 就有点这种颠覆国家 颠覆这种整个政府的这种主权的这种 这种一个想法 一种事情 没这么简单 表面上看太过于简单了 几个记者背锅了而已 好吧 说一下简单我的一个看法 因为白天有人问我这个事情 那么整体上来讲 今天就是非美的话一个下行 当然美元也是反弹 对吧 那么欧元的话 遇到1.1368 我的看法还是没有变 我觉得它会运行到 接近到前面那个1.13那个位置 目前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到1.1310 比那个位置稍微的高一点的位置 这样的话 看他有没有走一个末端的微型向上 也就是说我看的一个结构 就是从上周这个高点 然后回落 然后走到接近到前面这个位置 然后再有一个拉升的过程 那么这个是欧元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最后的话 我是看到大概在1.1480这个高位 也就是说如果 这么讲 也就是说如果走形态 上周分析完 然后他上冲 然后先不做 然后等他回落 回落以后走微型反转 然后小少女小少女回落到这个区间 我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一笔空灯 我觉得这个位置如果出来 应该是一段时间内 欧元的高点或者是美元的低点 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也值得一做 好吧 这个是欧元 这个也没有变化 就说有人说这个E3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大概吧 你看这个整个4.22线跟随吗 然后现在的话 如果打到这个位置 你刚好是前面这个多空 这个就是阻力支撑互换的 略微高一点 当然有人说那能不能打到 这个价格附近呢 比方这个价格是1.1295 我觉得也可能 我的意思是讲 如果你考虑要去做最后一个拉升 你就不要等到这个位置去做 对吧 你应该等到差不多近 那万一不到怎么办 对吧 当然我建议还是说 整个我们既然 从过去来讲 三个月 四个月了 四个月的话 每只在下行 欧元再反弹 我觉得它起码有一个调整的概率 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按照这个月 刚开始一个月吗 那这个月的高点 比上个月高一点 高一点点 可以吧 月线高一点点的话 起码高个二三十点 这跟小时机不一样 小时机有时候反转的时候 后面和小时 现在就比前面小时 高大概三四个点 对吧 经常看到这样图形 对吧 那么月线呢 应该高一点 那现在月线的话 次高位呢 一四二七 上个月是一四四五 所以这个月 我觉得有可能会在 周初这几天 走那么一个形态 大家观测一下 一旦得一个形态呢 就做空一笔 做空一笔的话呢 这三个月吧 那么它是一个 上涨到放量 到衰竭的过程 看吧 虽然上个月 有一个拉升末端 但是实际上涨幅是1.6% 之前两个月都是2% 3% 就像力量是有一个衰竭的过程 理解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形态吧 我觉得我是准备在这个 进行到1.1480的附近 去做空的 我要等的是这么一个微型结构 微型结构 所以就看吧 那基本上就是你们要 当然上周做的话 就是上周做这个空单 如果是想在今天晚上抓的话 就看这个低点 但是问题是 你们就查独立日了 我记独立日应该是7月4号 每年好像都是 那就是明天吧 明天的话 那可能市场 可能就是只有亚盘和欧盘 到美盘应该就没有了 应该像黄金的话 应该是到欧洲盘 好像应该是到欧盘可能就结束了吧 具体的要看吧 可能平台跟平台之间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它会有一些影响 那会不会走出来 就是它 比如说达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因为独立日不动 然后独立日的时候呢 一结束它快速拉升 做好一些准备 如果比如说施泽民的形态 就不管是拉升到哪 就做空下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从底端的话 达到一个接近到1.13 附近 然后上升到1.1480 这个180点的话 我觉得也能达到一些短期的 其他那个目的吧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形态了 给大家好吧 那这是整个欧元的看法 当然也是美指的看法 很一样的 因为美指和欧元基本上是倾向 那么这个看法是不是就意味着说 其他非美一定要破位呢 这个也未必 那么我主要是觉得美瑞会 美瑞会 我再强调一遍 到如果欧元走到1.1480 我会选择是做多美瑞 就其实是一样的 懂吗 就是如果这两个事情同时间出现 一个是欧元冲到1.1480 一个是美瑞再破0.9550 那么欧元是比前面那个点位 我觉得我判断是高 大概30多个点 那也就是说 美瑞我看的是比 现在0.9550低30多个点 就大概 我是大概起 不是说绝对的 看最后的那个结果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美瑞对瑞朗 那么他现在也是刚好 也是接近到前面那个高位 接近到前面那个高位 然后的话 大概起的话 这是0.9650 所以也是到这个接近到这个位置吧 也刚好是前面这个这么一个位置的一个附近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位置它会不会末端一个杀跌 杀跌 然后就准备接 也许这一次的美元的返回刚刚就是刚刚说那两件事我可能漏过了 就是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个美国独立日这件事情而削弱我们做盘那种想法 但是也许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造成美国整个的这个美元整个的一个变盘也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要跟踪啊 这一次要跟踪 也许市场不走啊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次没什么可以跟踪的地方 那这一次的话呢我觉得 我觉得有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发生一些市场的一些变化 好吧 如果是 就是这个相当于这个事情就好像是之前我们做黄金的一个单子一样 还记得吧 黄金当时做完单子然后正好赶上什么时候 还记得吗 就是黄金在这一天我们是做空对吧 早上起来啊 我说高开就啊 晋空 92到95之间 那这天什么时候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复合节 对吧 这回是美国独立日啊 美国独立日 然后我们就可以考虑啊 去进行这样的思维的布局 就是一旦美国独立日影响到市场的正常走动 待会我们就做了吗 而一看他哎 这个假期一结束看到这个市场方方往上冲 所有人不敢做空啊 经常做空啊 就可以了 我刚好这个时间点也是ok的啊 那么 美瑞啊 就是美瑞记住了 好吧 就是欧元到那个位置多美瑞啊 好吧 就是以欧元那个位置作为一个标的 但是以美瑞作为我们主要教育的一个品种 那他正好也是在通道 看吧 那他在通道的时候呢 比如说啊 看今天啊 如果在此 比如今天可能够呛了 如果比如在到下一天 假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啊 这个通道的 下边缘 大概就在零点九五四四 那也就刚好比之前这个点面的稍微低一点啊 当然会不会再有一点稍微的破一点呢 就是没有这么精确啊 刚好就是我之前跟你讲那个形态 他从打到这个线不见得会破 他会先反弹 就末端一个沙跌啊 再跌到这个线上是一个 位置 然后买入他 那这个也刚好是啊 之前打一次 打两次 打第三次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不信了 都认为他会往下 沿这个地方下推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一个 什么 可能就是一个位置 好 那之前没有给你打开 再往更大的一个周期去看 如果打开去看的话 那么他刚好在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水平的一个 看到没有 这刚好就是底端了 然后刚好也是底端 矩形的一个差不多就在这个里头 所以也是在打一个地点出来 也是在这个底端位 刚好有位置 给我们 我们可以去买入他一下 买入他一下的话 那么他在过去的 就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这个区间做运行 然后底端去买入他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这个地方 说明有一个强制生在 那么欧元那边 我觉得有可能 每只会 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会有反复 那么刚好这个是 每日的一个买入点 好吧 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 这个交易计划了 到了 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执行 那么英镑的话呢 英镑现在的话 位置是有意思的位置 就是他 我之前画这个篮筐 有人还记得是吧 对 画这个篮筐也是说 他可能运行价格就在这个篮筐的之中 那他之前的位置是先达到了一个蓝色区域的下边 然后上头运行的话 正好是蓝色区域的上边 看到没有 正好是上边 虽然说正好在一个区间里 所以现在又有一个 有一个回到这个区间里 又重新的回到这个区间里 好 接下来看 他会不会再破行号 他这个形态吗 没破就不能认为他是要破的 先说一下 没破之前先别主观 认为他是破位就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别盲目的去追多 好吧 那么关键是上周的话 有没有人做 这个地方很难判断 说有多少人做单子 这个区间 不是特别好清晰的判断出来 是多空两项有没有单子在里面 所以那就先规避一点 好吧 交易是交易 分析是分析 我分析的话 我觉得是这是一个下跌的 五浪结构 接着是一个三浪调整结构 接着是一个五浪下跌结构 或者是一个五浪下跌结构 但是这个高点 我觉得直接抄顶 我觉得风险很大 等于是你堵他不破 我觉得破了上去100点很正常 我觉得先不去做他的空担 等他切实的回落到这个均线的下边缘以后 下方以后 然后再去做空谈 再去做空谈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吧 这个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吧 这是英镑 英镑的一个看法 这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还是认为他会先有一轮下跌 然后再 冲高 然后再下跌 这个地方 我是不太看他会直接冲上去 我觉得稍微的牵弃一点 好吧 你在这个地方阻力有了几天的时间吧 好 关键还是看今天 看今天晚上如果欧元如果继续下行 看他走 我们要运行吧 好吧 那么澳币和纽币 澳币的话上周运行到0.77 然后就有一个调整 一样的看法 就是说关于澳币纽币他会不会再破之前的高位 我不清楚 我是认为欧元会破 但是我同时认为可能澳币纽币 包括英镑不见得会破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这是我一个看法 我觉得他可能就不见得再需要破一个高位 欧元可能需要 而澳币可能不见得需要 好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做交易 反正我是建议这一次我就是想去做多美瑞 就是如果是在选择的话 我会选择做多美瑞 因为我相信那个一年半的一个0.95的一个位置 一个支撑力量还是 我认为还是比较足的 如果你打漏了 那我正常在下方找一个100到150点的止损 比如你走到0.95 然后我把止损位推到0.94 如果你还能打下去的话 我认同去做一笔止损 但是像澳币这种 你说在0.77这个比较敏感的位置上 我去做一笔空单 当然也可以 其实他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高点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嘛 我觉得我是想等他低下来有一轮上涨都做多的 所以我就不想在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开仓 说明白了 当然了 我的意思是讲 如果你们觉得我做多了 我做多了美瑞 你们觉得可能澳币纽币什么的也可以做空了 那就看你们怎么想 你也可以去做他 好吧 等我那边想好了 然后决定进场的时候 这边也就差不多了 好 那么纽币的话呢 他的运行在这段时间里边比较的乱 几乎是任何的形态都不算 你去找吧 你把他这段时间算成三角形不算 算成平行的平行轨道其实也牵强 也没有 因为这个高低点什么的也都不规则 你勉强算成平行轨 也够巧 但你如果这么算的话 算是 楔形 也可以算 但是吧 有点也是有点牵强 对吧 就说如果你算是楔形 但是楔形的话应该是一个下跌的 但是从走势来讲 确实有可能是 为什么呢 就是低点呢 它都是一个比较规律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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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线 但是高点的话 它是好像是冲不动的那种感觉 对吧 有点那种感觉 当然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目前的话呢 扭币之间的空单现在持有 先看一看 也许它可能会 因为这个 再有一轮下跌可能会走的很大 这也有可能了 好吧 如果是楔形的话呢 就勉强算 每年算 当然我觉得不标准 我觉得不标准 这段行情其实都没有触碰到上方 所以上方这个可以选取的点位其实就两个点 就稍微有点少 所以不见得是写行 所以看一下 好吧 之前做空的话 我们就依旧保持做空就可以了 保持做空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就比较重点的一些行情 我觉得黄金和美日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拿出来说一说 那么黄金的话呢 今天有再次的下破 对吧 运行到现在这个位置 那上周的话我也说了 我是把这时间的话 镜向到前方去了 所以实际上的话 它现在就是一个反复震荡下行的一个结构 那么我觉得它不应该是直接破下去了 所以它会有反复 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细节也可以了 之前的话高点 比如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细节 那在这个地方下跌的时候 在第二个高点的时候 它也有这种所谓的三天的拉升 然后跟着就是下跌 下跌以后呢 再有一个探顶 然后呢 再有一个拉升 其实速度的那个时候速度也很慢 2012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上周跟你讲了 2012年是有这么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段 你看它的运行也非常慢 你看它这个地方是幅度挺大的 但是它这一段时间就就是 虽然就是怎么讲 虽然点数不少 但是就很慢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下坡一点 再回来 然后再下来 再上再下来 所以看每一个高点之间的位置 其实都差不了太多 但是当时的话 因为那个周期差了几块 但我们现在的话 这周期比较小 所以比较小 所以呢 可能你像这个地点 比前面这个地点 低了20多块钱 但是我上周也讲了 我说上一轮这个行情的波幅 270点 我们现在这个只有800点 大概是我们现在波幅的三倍 三倍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下坡 前低是多少 是28块钱 那么三倍就是除以三 就是大概就是7块钱吧 7块钱左右 7对 差不多 7块到8块之间 所以呢 就是我今天就推测 就推测 就是这个位置的低点 先比它这个位置低点 低一些吧 低一个七八块钱 那么也就是说 比它可能低到29到28到29 或者29到30这个附近 然后就可能有支撑 然后就回去 然后再震荡 然后或者是它不回那横向 然后有一天回去 然后再下来 也有可能 就是可以把那个时间的一些盘感 带到这里边来 好吧 同样的 为什么说它呢 就是每日 每日的话 我们看到 它虽然今天涨幅 0.61比较多 但是实际上 它没有能够比之前那个最高点高多少 甚至于现在的价格 比这个跟那点是一样的 你说实际上是没有涨破 或者是没有走出来一定的波幅 那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黄金价格比每日上涨来的什么 来的要大 所以一旦黄金进入到了 它要调整的时候 我觉得每日的话会撑压 而且也不用给你们调了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会自己去导一下就知道了 当黄金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就是在很早以前 在这个高位进行这个 这个结构时候 在中间不有一个横向结构吗 在这个位置 对吧 在这个位置 横向结构吗 您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查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每日有波多 这个是在这个附近吧 然后它反复震荡的时候 2012年的3月 可以看一下 每日当时在干什么 还是这 差不多 在它从高点开始下落 当黄金在那反复震荡的时候 每日从高位下落 对吧 就开始是上冲 好 黄金在开始的时候 横向的时候 它是 也记得你们自己去对比吧 我就不说了 然后你就看一下 从3月份 3月14号 好吗 3月14号的时候 黄金开始横向 每日开始下行 对应 对应的就是跟现在是每日是一样的 就是黄金 反复震荡行情 每日可能开始触发它的下跌行情 时间点也差不多 也是在这 然后刚好每 黄金是触发了两个低点 然后进行横向结构 然后呢 嗯 每日可能出发高点 然后开始一轮下行行情 好吧 然后呢 再想 再往 再往原理想就知道了 就是当黄金 开始下行的时候 每日开始大涨 对吧 那不就是 每日真正从底外 底外这个低点75 就这个位置 开始上涨的一轮行情了 对吧 那之前的话正好是 这轮回调 从84到77 这轮回调 当然这个时间很漫长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仔细对比就好了 8.35号嘛 对吧 黄金在 就在 在精确吧 黄金在3月15号的时候 是哪一天 3月15号 这一天 对吧 这一天 黄金进入到了一个小横向期 每日开始下行 就跟现在是一样的 然后黄金 在这两天震荡一期 然后一拉升 然后每日加速下行 但是黄金没怎么涨 然后黄金开始下跌 每日开始横向 这就是这个行情 好吧 OK 所以 大概其实这个位置 所以 你说这个位置吧 你再去推 仔细去推吧 你推到那一天 先看是哪天爆发 应该是哪一天 反正就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在这个附近 可能会爆发一种行情 那上次那个行情 从84跌到77 跌了700点 如果每日也跌700点呢 最后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跌700呢 大概就是106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可能会延伸 到时看吧 好 OK 好吧 所以这个位置 直接左侧做空呢 有点牵强 有点牵强 那就等右侧 我的意思是讲 做好心理准备 知道他要进行一个下跌的形态 然后他也会跟这边比较相似 就是曾经这个位置比较相似 那么他就是有一个高位的一个盘 为什么说先不做呢 就是这个位置很节点复杂 高位的节点复杂 然后他开始下行 你看他下行这一天 刚好是和黄金那个反弹在一天 对吧 好 他下行 下行以后再高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日线图 他已经到次高点了 那这个点是在83.38 之前是84.18 低了80个点 对吧 低了80点 但是你知道日线是这样 但是在小时图看 这已经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位置上 就是小时的结构 均线应该已经是空头排列了 第80个点 对吧 那无非就是 影响到我们现在来 对吧 高点 然后下来 然后下来 横向可能有几天时间 然后再下来 下来的时候呢 次级开始变成一个 一个所谓一个怎么讲 就是次级吧 小时级可能变成空头了 然后找位置做空的 上方可能有个七八十个点 你就做好心理准备 对吧 做好心理准备 到时赶空就可以了 好吧 OK 这是黄金和美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盘感 你们有多少人从那个时候看过 你们从那年 我做黄金的时候是在这里 我是006年初的时候做的 大概记在这 不是006年 应该是07年 在这个位置做的 然后这是 那个08年的进入危机 这一天 08年的进入危机 然后我是从 从这边开始参与的 对 所以到 到这一边吧 这边的形态里面的变化 已经记在我心里了 我只是等 这个 这个 只是到这自然就会 就会感觉 怎么讲 就会是 这样的盘感就会带出来 所以之前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我在这个地方做空的时候 已经告诉你们了 这有下跌 有拉回 有再下跌 我觉得还会有一次拉回 然后再下跌 所以这就是那边的一个复制 只是幅度 比那边要小很多 不在一个级别上 不在一个级别上 OK 好吧 这是 黄金和美日的看法 你们就明白了 美日我建议做次高点 别做 好吧 就次高点 从次高点下去 下去以后呢 你看 它会和这里很像 看到没有 这不是拉升吗 回来吗 这是拉升吗 这是回来 好 这边的 你看黄金的幅度很大 最后美日的幅度下 但是美日可能是和这是景象 就是上去了 然后下来 下来 然后 有一个底端的一个位置 然后做一个横向结构 这边是77 这边是75.56 那也就是说 最后的末端的结构 可能会无限接近于前低 前低的话是 99 那么可能会比它高 150 那是多少 101 到102 这是有可能的 好吧 不跟你们看玩笑 这就是形态 你就知道就好 然后到那个时候以后 它会迎来一个再次的上上的爆发 黄金也会再次的大跌 就这两个到那个时候开始通效 现在是比较混乱 为什么现在混乱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不清楚 真到了该明白的时候 然后就都错过去 这就是市场 好 那美加 美加的话 我现在 偏空 整体上偏空 但是要看 那个 凯塔尔那边的事情 最近 我觉得原有可能会跟那边的事情 中东局势紧张有关系 所以它 有一个上涨反弹 那么它现在等于是 之前这个 没有打到下边缘 说明变强了 顺便强了 但是 还是要看那边的事情 如果那边的事情 解决 就一下打下来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美加的话 现在是 刚进入到1.3 说能直接下破下去 当然有可能 但是我建议就别做了 我这个地方 不敢让你再开 当然 多空都不想要你开 如果非要开 我建议做空 如果你想开的话 我是建议做空的 不建议做多 为什么破位了 他把大概从去年的 今年初的那个低点 这个1.2968 已经破掉了 对吧 昨天已经到1.2946了 所以做空 别做多好 别做多 好吧 那么为什么不做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 你去追吧 风险大 反正他如果跌到 比如跌到1.28去了 反正我觉得你还会来 回来 回来以后再考虑 做吧 现在做我觉得没必要 除非你之前有高点 1.33350福附近 你做了空 那你可以吃药 现在有大概400点活力 也可以 好吧 这没见 基本上 就是这样了 基本上就这样 主要是看这些形态了 我觉得基本面上也没什么好分析 然后 现在刚下半年刚开始 然后好像上半年所有的基本面的消息 该出的也都出了 你看上周这个乱的 对吧 你讲个话 我讲话 我讲个话 你讲话 对吧 整个一个都是嘴炮的行情 对吧 你说完了 我该我了 我说完了 该你了 我觉得有点不是特别的实际的东西 看一看他接下来一些实际的东西吧 包括美国的具体的话 到本个月的这个实际的通胀率 包括他的就业率 还会不会得到改善 等等 这个也关乎到这个下半年还要不要加息的事情 这个都是我要看一下的 好吧 总是你们就记住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形态吧 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问一下 运行运行还是很慢 不是很快的是这个运行 可能后面可能会逐渐好起来了 欧日 自己去想 我怎么看市场 我看欧元怎么看 我看日元怎么看 你自己去想这里面的结构 所以做交叉反对点是比较头疼的 比如说 欧日 比如说 可以进空 假设 但是你要知道 比如说日元 它不会再往上走 假设 日 每日 在欧日里面起到的是一个下跌的作用 对吧 那就看 欧元这个拉升是在每日下跌之前 每日下跌之后 如果欧元拉升是在每日下跌之前 那欧日还有一高点 如果 欧 如果是欧日 是 欧元在 每日 已经跌了以后 欧元才能够去上中的话 那么欧日是一个双头形态 对吧 在走空 这里面就比较复杂了 好吧 那目前看的话 我 我说 我说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 欧日的下行 和高点 可能 是因为 欧元的这个影响造成的 那么如果 欧元对美元创一个高点 欧日未必还有此高点 比如说欧日也许现在就是高点 或者欧日前发就是高点 然后当欧元对美元上冲的时候 我每日往下走一点点 欧美破了高点 但是欧日未必会破 所以这个就是很复杂的事情了 所以通常我不会直盘和加持盘一起做就在这 因为通常不会 这两个高点出现在一个时间 有可能欧美破了新高 欧日不见得会破 这就是麻烦的地方 甚至于可能每日大跌一下 欧元往上走 但是欧日显示的是一个大跌的形态 因为每日的下行速太快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说就是你看一下 欧非就是这个概念 我认为每日差不多了 欧元也差不多了 但是你说具体到哪个位置 因为一般我不带人做交叉盆 我也不乐意看这里面特别细节的东西 太乱了 因为你看它越细的话 也会反过影响到直盘的一个盘看 我觉得是一个头部的问题 那就关键是 我要做的是每日 那你观测就是 如果你想做欧日 你就等每日加速下跌的行情再去做也行 就是当每日比如说 我觉得已经到了开始 要加速下跌的时候 那欧日也是 那再做欧日的空单也可以 尤其最近这段时间 包括像今天也消息面也提到 因为我也是看新闻 今天这个日本这个大选这个问题 对吧 也安倍有点 好像在国会上有点失去之前那种统治地位了 那么会不会咱们对美 就是对日本这个有影响吗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如果它有影响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 对吧 那会使得日元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是升值的 因为安倍一直希望是日元贬值 如果安倍的想法被弱化的话 那么每日我觉得会升值的概率 日元会升值 就是每日会下跌的概率可能会更大 你今天打算 纽约呀 反正我就知孙点就把那 他一直也没碰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是包点的概率也有 也有吧 明天修 对正常修一天吧 周三修不修 独立日忘了是几天了 一般独立日好像是美国放假 好像是三天还是四天 一般我记他说好像是从 但是我忘了能进入市场是几天放假 看一下吧 包括这周对了 还有这周这个六号这个澳联储这个不知道澳洲公布的这个贸易账这个问题 也可以看一下 这都发的什么 是否这是 不是 比 OK,好 好,知道了 好吧,反正大家看了吧 群里面有同学朋友给发的修饰 可能有平台之前可能略微不一样 如果不是统一的话 1180,我觉得这能够呛 我刚才不讲了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应该是 就说当可能 我觉得2928有可能就是一个位置 直接跌到1180有点夸张吧 还500点 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横向的结构 然后慢慢的跌下跌下 庞卡怎么来的 这太复杂了 这就是一种记忆 而且我之所以记忆这个东西 可以跟你们讲 我当时给你们有些同学看过我写那篇文章 对吧 写那个就是关于那个对黄金的这个下跌的看法 我是2012年的2月份写的 2012年2月份 大概在这边吧 对在这边写的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做交易当时实际 我当时做 后来我给你找吧 就是当时我在2月份的时候写的那个文章 我看到是最后我看到是1300 但是为什么当时我会记忆这个呢 我在这边是做了空道了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把我整个不是清掉了 也没有另外亏点钱吧 但是到这以后我就个人原因吧 然后就没有做 后来就下来了 实际上这段下跌的行情当中 我是没有抓上 我在中间是做了些短的 但是因为头部错失了 在这边我始终下跌的时候 始终做空的这种胆量很小 理解吧 所以我才跟你们讲为什么会记忆呢 就是你曾经在这个地方可能犯过错误 你才去修正它 然后你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末端的拉升 然后看最后那个下跌 而当时我判断是从这就开始要下跌 所以我这一次也是一样 所以这一次我才会告诉我 感觉上会是 你做的是第一个高点 然后出来一个低点 再一个低点 再一个低点 然后再拉升 再下跌 这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我脑中现在的一个镜像 然后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吧 那 黄金我这个位置不建议再去追空了 可以吗 我不建议做空了 就是如果做你就想到它如果回探到 再回到这个小时机均线 然后再考虑 好吧 基本上就这样 黄金反正不知不觉就来到前面了 看到没有 就这个地方这个下跌就是阴跌加成 这是一个阴跌的形态 然后慢慢的横向 然后一点点破位 它已经不知不觉就离这个地点很近了 对吧 但VB会破位又上行 然后再震 然后再下来 好吧 基本上这个情况 黄金能做多吗 哎呀 你们总是问我这种问题 你要非要做就做吧 我只能这么讲 那你就把止损设好 2829确实我也是认为这个地方不会直接跌破 然后还会再回到40以上 也可能会跟刚才我给你们看那个形态 它这个地方呢跌不下去也上不去 然后横向有个几天的时间 然后再冲 再拉升 等于后面的话 可能你要忍受的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横向震荡的行情 这就是做不上 就是你它横向 横向以后的话 它什么时候拉升 也许过两天 也许到下周 对吧 0.95 所以就对应吧 就是对应 就说 也许不到0.95 我觉得有可能就到0.95 接近到0.95 就有可能 好吧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然后到明天看一下 然后该讲的也讲的差不多了 等到明天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了 那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然后明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盘面的走势 好 那太阳吧 好